我們先不要害怕腦線 不要用去放棄它 我們要迎接它 我們要將手迎接 用健康的看法去迎接它 19歲開始出道到今天 其實我已經是slash slash slash 當日我是DJ slash編劇 slash演員 後來就是slash導演 slash監製 slash主持 電視 到了今天其實我都繼續slash slash是畏分班校長 slash健康蛋的創辦人 slash電影的監製 但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貪玩的人 我貪玩是貪到我會喜歡去寫專欄 我又會喜歡去打卡拍照 我又會寫blog 我又會跟別人是做這個 真是面對面的人生的導師 所以它變成其實我覺得 都多方面我都有不同的角色 我覺得最重要你是be yourself 做回自己 盡量去令到自己看開一點 開心一點 然後覺得這個其實世界 還有很多美好的東西 是讓我們去發掘的 我們一定要with the time 我們要用我們的年輕的心 with the time 一起去走 年輕的心 自然就會令到你的樣子都年輕一點 我在未退休之前 其實就已經安排了做了很多低風險的投資 可以有一些緊急用的 有些在我的穩陣的投資裡面 是能夠給我一些穩健的利息 我每個月的開支都會在那裡來 不要覺得自己 我老了我沒用了 你有這個心態 40歲都可以是80歲的體魄